第38題家中長輩使用快速充電 你應該給予怎樣的建議 使他們能夠妥善保護好手機電池 那麼這裡的選項A 要把手機放在冰孵帶上降溫 以及要選用便宜的快速充電插座 很明顯的是錯的 那麼選項B跟J呢 那我們在前面看到 在電量不足的時候 使用高電壓大電流的快速充電 或者在電量充足的情況下 使用快速充電 都會造成電池的損傷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要把手機電量用到零 再用快速充電是錯的 因為如果我們電量不足的時候 使用快速充電會造成電池損傷 應該是選項株 盡量在20%以上做快速充電 而不是2% 第38題問我們說 你應該給予怎樣的建議 使他們能夠妥善地保護好手機電池 我們答案選擇是豬 電量盡量在20%以上做快速充電 而不是2% 電量拿到2% 使用Face Ted Bruce 好 感谢观看